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3月25号上午 在成都第七中学礼堂 向488名高一高二的学生 以及100多名老师发表讲话 以亲身经历介绍了教育 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性 她还向学生们撒播了平等和自由的种子 我们也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们都有权利说我们所想 选择我们所崇拜 即使其他人不喜欢我们所说的 或者不同意我们所相信的 成都其中是四川省的一所高中名校 这个学校有5000多名学生 该校高中升学率为99% 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都能上大学 在中国应试教育的体系中 这是一所有代表性的学校 在接待米歇尔讲话的大礼堂里 飘荡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乐曲 米歇尔奥巴马快要进入礼堂前 班主任老师轻轻敲了一下座椅的后背 学生们立刻直起腰杆 两手放在膝盖上 显示出一种对纪律的 严格的军事化般的服从 米歇尔奥巴马还向学生们讲述了 美国的故事和美国的价值 这的确是美国的故事 我们如何在我们短短的历史进程中 通过这么多艰苦磨难和不懈斗争 变得更加平等 更加包容 更加自由 随后美国第一夫人奥巴马 还在一个课堂里 和学生们互动交流 并且观看了一群 在校园里打太极拳的学生 他们看到米歇尔饶有兴趣 学生们便教米歇尔 练了几个太极拳的基本招式 刚才听了他的演讲 我觉得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一点 他整个演讲的流畅 以及我觉得通过他的个人亲身经历 我们会很受鼓舞 他从怎样一个家庭里面 一步一步努力到他今天这样的位置 然后对我们所有人是一个激励 其次我觉得他的这份热情 非常的让我们感动 就是他来看我们打太极拳 他会主动的参与 哪怕他觉得其实自己打的 也许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他会非常非常积极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 成都报道